六六家族 六六大顺 好玩以及各种有趣新鲜事 让您逐步出户便可成为马来通 今天667文联播的一开始 先带您快速掌握这期的重点内容 Malgate马来西亚方言 就是这样一个style 作为新一代已婚男士的头号敌人 榴莲可熬汤尽可滋饮不胜 全马最贵奶茶90马币一杯 一起看看到底立场什么玄机 马来西亚夫妻一分钟换18套衣服 速度堪比四川变脸 福利公主王广告创意无极限 独家十一言诗 手曝光 下面是详细的续文内容 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天分一直都非常强 他们基本上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 马来语和英语 有些甚至还能说上好几种方言 在外国人眼中一直是个语言的天才 但是也因为如此 马来西亚华人的腔调及用语上 也常常会掺杂马来文、英文 甚至如福建、广东或者客家化的方言 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马来西亚式华语 一不小心就会落出笑话 一起去看看 其实啊我刚才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哪里有哦 你点啦 我哪里有哦 你点啦 我哪里有哦 你点啦 我哪里有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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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点啦 其实啊我刚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也差点闹出了笑话 有一次我去买奶茶 店家就问我 你要水草吗 我当时就有疑惑和回复 不用了 我不喜欢吃水草 谢谢 真的不用了不用 后来我才发现 马来西亚人口中的水草 原来是吸管的意思 所以啊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地方特色 非常有趣 欢迎大家来马来西亚旅游体验一下 对于这句歌词啊 我一直有两个疑惑 第一个是 如果禁止了怎么写诗呢 第二个是 其实写诗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诗啊 想写就写吧 下面有位诗人就大胆写诗表白 而且很有创意 为福利公主丸创作的一首十一言诗 我们有听说过五言六十七言绝句八言诗 好像没怎么听说过十一言诗吧 不过我很欣赏这位诗人的才华 一起去听听 您说的是什么 这首诗工整押韵 却不留痕迹地进行了广告的软植肉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爱之声文之切吧 继续看下面的趣闻 榴莲啊 再埋下无缘不知 无缘不小 被誉为水果之王的它 虽然飘香柔软 肉口融化 味道难以抵挡 而且营养价值高 但是我们男生 对榴莲总有一种无形的抗拒和情意解 因为除了里面的果肉 外面的榴莲壳 以及戳衣板 电脑键盘 被誉为新一代已婚女士的三大终极武器 也是新一代已婚男士的头号敌人 但是万万没想到 据说榴莲壳煲汤竟然可以 自音补盛 补犬意气 这样 相信以后各位太太们 会更有借口 把榴莲壳留下不丢了 坊间流传一道偏方 榴莲去刺榴壳后可以煲汤 味道鲜美清润 还有养生功效 医学界有研究显示 榴莲壳内侧白色的壤 有很多营养素 矿物质和维他命 用来熬汤 可以补血液气 滋阴补肾 煮水洗澡 还能美肤养颜 治疗皮肤病 那些白色的壤下 有一种成分叫蛋白水解酶 其实是一种交出来的 那种交出其实可以分解 据说是可以分解我们血液里头的凝块 那么它其实可以消炎 还有增强我们的血液循环 这样子可以达到减少发炎的状况 相信不少蓝士一边看这个视频 一边流眼泪 如果大家有说过榴莲壳之苦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让我知道我们一起交流交流 看下一者趣闻 饭后一杯奶茶 据说是时夏年轻宴的写照 平时一杯十几块奶茶 相信大家眼睛眨得不眨就买了 但是如果我说一杯奶茶 要马币八十九块九的话 你还会不会那么潇洒买单呢? 到底什么奶茶那么八百 竟然开出了天价 里面到底又尝个什么玄机呢? 我们一起来看密一下 哇哦 奶茶变上马来西亚的特产燕窝 果然与众不同 大家平时换一套衣服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一分钟?两分钟? 马来西亚有对夫妻竟然只用了一分钟 换了十八套衣服 一举打破了世界纪录 后方大萤幕时间不断减少 来自马来西亚的魔术师艾弗里 和太太苏维亚一同挑战 快速换装 这么快? 太快了太快了 看不见了 都还看不清楚 换的服装设计款式如何 艾弗里拉上黑布再放下 苏维亚就换了一套服装 甚至最后 连黑布都不用 直接便给你看 真厉害 一分钟别说换十八套衣服了 我太太每天早上起床 想要穿什么衣服 推好纠结半个小时啊 如此优秀的变装夫妻 相信现场看肯定更震撼 做的与福利公主弯的新山手作歌剧院 目前已经投入运作 希望之后有机会邀请他们 来给大家表演 隐藏于新山看开普赛的蓝湖山 曾经是不少人爬山打卡的好地方 之前常听朋友提起 但是很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亲自去看看这个神秘的地方 如果你跟我一样错过了 那么建议你可以到网上搜索相关的视频和照片 因为去年警方以及声明 该处为私人地 不得擅自闯用 所以千万不要明知故闯哦 一起看看网友SkyU的横拍 用眼睛去旅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新山旅游 肯定不能错过乐高乐园 里面具备适合一家大小的七大主席景区 乐高乐园对于小孩子是个很具启发性的天地 孩子们在这里都是英雄 小英雄们将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 通过不同的游戏和活动 启发和诱导儿童学习的兴趣 非常有意思 现在虽然因为疫情而不能开放 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带孩子去探险一下的 先一睹为快吧 随着这个动感的视频 我们本期的节目已经到了尾声 66趣闻联播的最后 要我们透过镜头一起感受一下 马来西亚游户州新山市中心 被定位为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 知名艺术中心 苏丹后查理苏菲亚歌剧院所在的 滨海建筑群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